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ercedes-Benz的Soul Gun 我現在駕駛的是全新一代A-Class的房車 大家看到全新A-Class的車廂設計 A200是配了一個7吋和一個10.25吋的屏幕 而A250是配了兩個10.25吋的屏幕 而這套NBUX系統是用了NVIDIA顯示卡 去進行顯示信息和驅動 我相信玩遊戲的朋友一定知道 大家分別可以透過軚環上的Touch Pad 直接用屏幕的Touch Screen 或者語音輸入Speed Control 這三種方法去操控 在軚環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黑色的方形點 只要用手指上下輕撥 就可以令到儀錶各項的資訊 變成更個人化的顯示 例如由常見的速度和引擎轉數指針式顯示 改變成導航、電話、收音機頻道、媒體介面 耗油量和輔助系統都可以 而且左邊屏幕還有Touch Screen功能 可以用手指直接觸碰屏幕做各種設定 現在我為大家示範一下 你好平治 是的,請說 氣氛燈轉為藍色 好,我幫你換 你好平治 是的,請說 開天槍 好 你好平治 好平治 播放藍牙音樂 而MBUX系統還可以記錄個人化的喜好功能 例如駕駛者已經設定好 車廂的燈光、坐姿、電台頻度、行溫冷氣的溫度 導航最後的目的地、個人化行車模式 甚至各項行車的資訊、顯示畫面等等 這樣就算部車有不同人去Share 都可以很快地設定自己的設定 全新A-Class配備了很多原本屬於S-Class 才有的駕駛輔助系統 例如Active Brake 主動煞車輔助系統 已經成為A-Class的標準裝置 好了,今次就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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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